墙上挂着古老的照片 用相片诉说着吉吉的老故事 在地的祈老也一张张的分享光阴的故事 带大家一起回味旧时光 这是吉吉政公所与文化交流发展协会所举办的 吉时由你 吉吉老照片展 现场展出近60幅的珍贵老照片 这些照片从日治时期到民国初期 以及历经921大地震之后的岁月痕迹 全部都在此完整呈现 不但能让民众认识吉吉的历史 也能了解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意识 借此来缅怀光阴 议员陈昭玉也到场 和民众分享过去的一些趣闻 并请免年轻的一代 都要缅怀仙人的辛苦 并且饮水思源 怀抱感恩之心 老照片都是我们最典场的一个记忆 尤其仙人毕露男女 在我们吉吉这边来打拼 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的故事 一步一步 这些商品 也有我们这些事实 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希望我们这些一代 都可以免怀 过去我们先人 他们的辛苦 我们这些下一代 都能够要免怀 仙人的一个辛苦 因为人就是吃贵 要拜一头 所以说老商品 这些天下 就是便利 我们一定要感恩的心 我们有活动 大家共同来便利 来参观的游客说 这次的展览很有意义 让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参与了台湾过去的历史 也体会了过去先人的辛苦 并让他们懂得 要更珍惜台湾这片土地 影响很深刻 就是参与了蛮深 关于台湾的历史 那些照片其实都很真实 就是看到我们以前的长辈 或者是先进们 他们在努力的事情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就是要更珍惜这个土地吧 因为相信这些 就是每一个建筑 每一个文化 都是有一些它的脉络 都是它的珍贵的地方 都是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的 即使有你 吉吉老招片展 在吉吉张老出张所展出 展出日期一直到3月26号指 春节期间初四初五开放 欢迎民众来宁静的 吉吉小镇旅游参观 做一趟旧时光的缅怀之旅 明依新闻洪信平 吉吉采访报道